昨天由林南指导白衣聪出任总制片人 南派三叔担任总策划 张一新 王月新等主演的电视剧《黄金彤》 在怀柔举行了开进仪式 爱奇艺首席内容官王晓辉 以及张一新 王月新 白衣聪 史航等主创 纷纷到场出阵 作为备受关注的年度大剧 黄金彤无疑也承载着许多人的期待 爱奇艺首席内容官王晓辉在现场直言 对黄金彤非常有信心 谢谢大家今天才能来到这里 我们作为一个联合出品床之一 爱奇艺把黄金彤定为2018年最大戏 没有之一 是最大的一部戏 也可能投资也是最大的 对吧老百 但是刚才领导带我看了一下 我们那个后面搭的这些景 真的是实实在在 就是大戏的品质 我们充满信心 这么个合作伙伴 这么好的舞台团队 我们一定是打出是长虹 我们一定大赢 众人对黄金彤充满信心 并不是空穴来风 超级大IP 人气与实力兼备的新生代演员的加入 还有专业的制作团队保驾护航 黄金彤无疑已具备了成为爆款的几个重要条件 黄金彤是由白金作家达眼所著的都市探险健保类小说改编 小说最早连载于奇典中文网 点击量超过3000万次 是人气颇高的网络小说 小说主要内容是讲述 典当行工作的小职员 庄瑞在一次意外中 眼睛发生异变 意外获得了黄金铜 得到了洞察宝物 前世今生的特异功能 这次张一新在黄金铜中出演 有人生阅历的健保专家 庄瑞 因为该剧讲述的是文物健保方面的故事 专业性较强 需要学习的地方很多 这对于张一新而言也是不小的挑战 但他直言有信心演好这个角色 还透露有为这部戏 去向极限男人帮的哥哥们请教 这个角色 这个角色整体来说就是 一个还蛮厉害的角色 开挂的一个角色 可以这么说吧 可以 是一个开挂的角色 所以还蛮期待 可以有一些什么样的不一样的 因为有好的编剧团队 帮我的台词也准备得很好 好的导演 让我可以调我的演戏 所以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各方面跟所有的 因为有很多老戏骨 有很多老前 有很多前辈嘛 所以就跟前辈们多多请教 然后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就问了 博哥看了剧本 博哥跟我分析了一下人物 对 然后我也做了详细的记录 我也做了一些准备工作 就是包括一些 跟导演探讨一些设计 然后把自己把人物关系自己也捋了一下 然后每一集的分级大纲自己也捋了一下 然后每一集不同阶段 有没有什么不同的表现 不同的设计 也稍微做了一些 就是怎么讲 研究吧 以前看过这个 就健保那个节目 就是CCTV的那个 可以说吧 应该 对 CCTV健保的节目 我觉得蛮喜欢的 就是希望大家都能够多来了解 咱们中国的传统文化的这些物件或者是古董 除了张艺兴之外 王岳新此次也在剧中出演重要角色 在剧中王岳新和张艺兴两人是发小 有不少对手戏 两大男神会碰撞出什么样的火花 也是让人非常期待 昨天两人虽然是第一次见面 但是却一见如故 我非常关注他 我以前读书的时候也知道他 但是他不知道我那个时候 我们今天第一次见面 对 一见如故 我叫黄虎云 然后我觉得这角色就是我本身 我俩是发小 光屁股长大了 大家就可以在区里面看我们光屁股 其实我大多数时间都跟他在一起 除了认识了新朋友王岳新之外 张艺兴还在现场见到了之前合作过的老朋友 在《老九门》中 张艺兴饰演的奥月红 让不少人印象深刻 此次黄金桐的制作团队 再次集结了老九门的班底 想必也会为观众带来不少新的惊喜 总制片人白一聪也在现场透露了 再次与张艺兴合作的原因 主要还是最重要的是合适 跟那个角色比较合适 就是因为原著 包括后来改变的剧本中间的 这个人物的整个状态 其实是和艺兴本人的状态非常接近的 对 我觉得这个是 就是她那种气质 就是跟我们想要的那种东西非常吻合的 从老九门开始 就是一部戏下来 这个过程中间都在进步 我觉得她是一个 特别有 特别进步特别快的 学艺能力特别强的 就跟她的那个 那个微波名一样 她是一直一个特别努力的孩子 所以我觉得相信她这次 能够有一个更好的诠释吧 陈世编剧的白一聪 在制片人的路上越走越远 而编剧史航此次也变换了角色 以演员的身份加盟黄金彤 其实此次并非她第一次当演员 早在之前 史航就曾客串过不少影视剧 在群访时她透露 这次将饰演一个奸商 还开玩笑说到 当演员就是为了过把可以改剧本的影 据悉为了呈现震撼的视觉效果 黄金彤剧组将前往云南 甘肃以及乌克兰等多地取景 并一比一搭建了潘家园 古玩市场 四合院 老北京胡同街巷等多处场景 爱奇娱乐北京报道